高雄老字号海鲜粥的庄老板 在二十岁的那一年 向亲戚借了一笔钱 到夜市摆摊煮粥 靠着一碗一碗的粥 把孩子们养大 老板说 勤劳两个字 就是成功的不二法则 出生码头 工人家庭 国小就得帮忙扛家计 庄老板比任何人都能吃苦 像是海鲜粥的食材 都是每天清晨收摊之后 亲自到渔港采买 为了端出最新鲜的鱼货 往往一天睡觉的时间 不到三个小时 这样的努力 果真赢得了顾客的肯定 四十多年来 粥王地位依旧无可取代 各式海鲜 一把一把往锅里丢 四五个小炉火力全发 这一碗就是称霸六合夜市 超过四十年的海鲜粥 这海鲜粥跟我们从小 我爸妈就带我们一起来吃 我吃了差不多三十年 它这家就是料就是很新鲜 很好吃 皮鲤的看你吃很认真耶 很好吃 你可以吃几碗 一碗就是饱了 一碗就很饱了 身材就知道 他一次都吃几碗 一碗是谦虚的 食材澎湃 汤头鲜美 米饭粒粒分明 不但在地人吃不腻 第一次常鲜的观光客 也稀里呼噜的顾不得吃相 我这种上楼的 这种最好的 好好吃喔 太烫了 虽然已经稳坐周王地位 老板庄祁章还是坚持 现点现做 一碗一碗的煮 除了海鲜粥 盐蒸虾也是顾客必点的招牌美食 它这种虾子 它的这个头剥开都是蛋的 我们就喜欢吃这个头 海鲜都还可以加料 真的很好吃 而老板娘在后厂 擀皮包馅的咸汤圆 纯糯米制成皮薄软Q 猪肉馅打得超有弹性 平时热卖 风至食品更是功不应求 这个要煮米才好吃 这个不可以用饭 来海鲜粥 海鲜粥 海鲜粥 来 现煮的 今天人好多 出生在码头的工人家庭 庄齐章小学毕业就得到处打零工扛家计 20岁那一年他向亲戚借了一笔钱 盯下夜市摊位 因为距离渔港不算远 就卖起海鲜粥 以前坐下来 那时候我们都不感情 因为都自己做 那时候家庭也很好 都自己做十几点钟 在家做差不多十四五点钟 每天都睡两三点钟而已 每天都睡觉 要睡觉 要睡觉 睡觉 睡觉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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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睡觉睡觉 睡觉睡觉 看这些很多东西 蟹的中间 这个边缆也要去 都去挑 也要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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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买到最新鲜的海产 即使每天 从傍晚营业 到隔天凌晨五点 他还是亲自跑于市场 挑货才卖 这蟹 你看 这给你看 白苍苍 白苍苍 这是代表准青的 没有黑 这个代表准青 這蚵仔 像這這麼大麵 這都沒法的蚵仔 這是補家魚補地獄的 所以才會吃人 看到吃得很Q很好吃 這芝麻 這些都沒法的 這高湯還有中藥還有茶油湯 茶油 對 一個晚上下來 料不停地補 飯不停地煮 四十幾個年頭 莊奇章對每一碗粥 依舊維持初心 用心烹煮 也就是這樣海鮮粥的地位 在競爭激烈 時時太久換新的夜市當中 保持人氣和滿氣 現在兒女都大了 莊老闆多了人手 孩子們也從端出一碗一碗的熱粥當中 體會阿爸當年隻身奮鬥的苦 微涼的夜裡來一碗熱騰騰的粥 品嘗鮮美的海味 也品嘗竹粥人的夜市人生 許多台南人的早晨 都是從一碗鮮甜的螃蟹粥開始的 這碗粥有漁民半夜出海捕撈的努力 還有小吃灘母女兩個用心 濃濃的人情味溫暖了整座城市 極靜的夜來到運河路旁 被阿美姐的鮮魚螃蟹灘劃破了 當季的白蛋魚正在鍋裡煎得焦香 顧不得爐上還有漁火 阿美姐又忙得不見人影 沒有 可以動啊 可以啊 掛在哪裡上 時間來到清晨四點 這一夜全台被寒流給籠罩 府城的溫度也降到只有十三四度 但已經有客人不畏寒意 趕來攤前要吃個菜飯喝魚湯 更要吃它招牌螃蟹粥 螃蟹加在裡面的有 但是單獨就吃這個螃蟹粥沒有 很濃郁 很鮮甜 來嘗鮮的主要吃的是 百元超油找的螃蟹粥 熟門熟路的往往就吃這種 還活蹦亂跳的 像這樣 一隻公 一隻母的處理型 像這樣可以嗎 好 這是唐媽媽來吃材料 唱跳 所以你們是有的而已 就這兩隻 秤重的螃蟹有大有小 往往煮成一碗 兩三百塊錢跑不掉 為了這份鮮甜得使出蠻力 凍刷又凍刀 如果人家說要煮兩碗 我切成四塊 還要直接煮一碗 就切成兩塊 還外加鎚子 大吉公你不告訴我 加不開 要把鎚鎚出去 大蟹八塊的螃蟹下鍋 白色米粒 因為蟹膏流蟹 變得黃沉沉 也是要等一份 再來把它放下去 煮到它會覺得涼熱 過去有的比較粗 這樣起來它就比較好 看它白色的 你現在放下去 它會變色 它如果今天是蒸 蒸蒸的膏 它就是煮起來會比較蒸 如果是黃色的各位煮起來 換它就更黃色 早餐吃得很澎湃 對啊 下班就馬上就過來吃 沒有吃會懷念的味道 想要一下班就趕快來 阿美姐那邊烹 烹調一下 你們都要吃趁重 對 因為這個比較新鮮 比較多肉 很鮮甜 這份濃郁的海味 三十多年來 不知道已經滿足了多少夜行者 隨著天色越來越亮 又一批客人進場 四五張桌子很快又被坐滿 阿美姐煮螃蟹粥的動作 又繼續不斷地重複著 我是都用心做 我要做點精神 看你不只來吃過一次 是啊 對啊 經常來吃啊 最有時候有空就來 我是台南人啊 所以有空就來 對啊 可是你們播出去 就很多人來了 你會怕以後會吃不到 要排很久 對啊 隱藏班那一次 為了把螃蟹的鮮味 發揮到極致 但是還有這一招 用蒸 無客人都告訴我 我是口頭鮮 用米酒 蒜頭 下去把它蒸 看大小姐的分數不一樣 蒸起來吃 它的肉 和現在的麵 在吃有 不一樣 它就是蒸起來 比較白甜 早上是魚皮 然後它有好蟹 好的吃好蟹 然後就是有螃蟹 我朋友也都帶來 現在螃蟹真的讚 因為螃蟹主要都在地野生 所以那一招進口 有點口味不上 一吃就是三十年 老客人的情意 是現在支持阿美姐走下去的最大力量 雖然有女兒和助手幫忙 但畢竟攤子是她一手經營起來的 有感情了 不行讓食材走位 因此她還是要親力親為 尤其幕後 還有相挺她的親友們 我家族去 家族都在抓螃蟹 不會吃飯也有關係 中午過後 竹筏陸續進到安平港內 第一位回來的是她的妹婿阿達 有著淘海人的有黑結石 她清晨四五點就出海 專門就是在補螃蟹 菜錢嗎 你要說三公 這裡差不多十五隻吧 這樣就算好嗎 還可以啦 還可以喔 還可以啊 還可以喔 有個飯吃 大風中的話可以補幾隻啊 差不多三四隻隻 阿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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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一年四季都有 但農曆九月達到最高峰 出海個一上午 就都至少有一桶的進帳 入冬萬物歇息 補蟹人依舊照起港出海 但也只能圖個溫飽 這隻沒抓 沒什麼 這隻要抓一桶的你 這隻沒抓 這隻沒抓 這樣喔 你一抱一下就知道嗎 我也十幾歲有看一塊看 這隻 就因為妹婿弟弟哥哥和表弟全都在抓螃蟹 因此三十多年前 原本賣魚湯的阿妹姐 突發奇想 就賣起螃蟹粥 沒想到螃蟹成了大軍 讓漁港旁的小攤被時刻大舉押近 這隻蚊蟹粥 它的蚊是黃的 這雙蟹粥是蒸的 還有一種是紅的 它是鴨蟹粥 都自己洗蟹粥在外面 自己頭身外 螃蟹粥要煮得好吃 除了野生蟹帶來的自然鮮甜外 還包括加入半夜一點就開始熬煮的 魚肉蔬果高湯 要差不多三個小時 這個不可以馬虎 就是一定要把時間 把它的湯帶造出來 它裡面的湯 甜湯才會造出來 而且每煮一次的螃蟹粥 就會流一些當湯底 因此鮮味堆疊再堆疊 越晚到的客人不怕每天偷吃 所以 你若是鮮甜的 它就只有一個熟蟹 不熟的 你若是野生的 它有很多種熟 我也十幾歲就開始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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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螂蟹粥 如果沒有海蟹就要鯉螂蟹粥 來做熟食頭 差不多三十五歲 深海魚的個頭直逼阿美姐 為了討生活 她一個女人家 三天兩頭就跑無視 跟在男人圈裡打交道 有一個安兵魚鋼 蚵粥最高 所以你也畫的蚵粥很多 你在這裡 有什麼好 在這裡沒有就有 在這裡差不多 有四五十年 我十幾歲 差不多二十歲開心 很開心 你現在走已經很不適了 對 從小家裡窮 七個兄弟姐妹等著吃飯 所以她七歲就開始當保姆賺錢 十三歲就獨當一面 幫人理髮成為剃桃塞 但是青春少女夢 卻在十九歲走入婚姻 完全地畫下句點 我一個人 我要做爸爸 我要做我 那個日子真的很辛苦 那個沒有經過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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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 我一個家裡問的 剃桃塞在哪裡 會樂來做到這裡 就是整條環境 是要做的 丈夫捕魚 家裡種蛋全落在她身上 五個小孩要養 為了賺更多錢 他走入漁市 尋找更多工作機會 減半三點 就要來到這裡 他這個時候就是 那是我的方法 大月阿美也用不去啦 漁犯知道阿美需要賺錢 於是提供蝦米扁魚這些貨源 用他做成乾貨拼現金 於是走他一轉眼 已經從一位青色少女 變成大雞桃啊 我的家 我是用那個 現在是冬天 她的季節更高 更好吃 她的價錢都是差不多 三百六一公斤 夜裡忙碌奔走才尋得的美味 清晨化為Q彈鮮嫩 讓客人吃下肚 看著大家吃得開心 成就感早已經替走 婚姻上的不順遂 他慶幸當年還好沒有傻到 放棄生命 這櫃吃不知道怎麼吃 我不知道 我擠一擠 擠一擠 擠一擠 擠一擠一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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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乖巧 還有開店也來貴人相助 讓阿美姐人生的下半場 倒吃甘蔗 苦精甘來 有著螃蟹橫著走的霸氣 為了照顧阿公阿嬤 機械工程師回到家鄉 用新鮮魚貨煮海鮮粥 這一份對長輩的責任 讓工程師的螃蟹粥 多了家的味道 海風騷騷 陰雨綿綿 海水侵蝕 雨水哗啦啦沖刷 讓港邊的船隻顯得斑駁破舊 灰色調的海邊 有偷海狼的無奈 也有生意人的欣喜 漁港的海產 就像是蔡宜凱的寶庫 這次看起來這樣 這次每隻都八百 每隻都很快 認真地挑選著黃金蟹 因為螃蟹粥的好壞 就是取決於黃金蟹的品質優劣 如果說你抓起來輕輕的 的部分的話 牠就是已經比較瘦了 然後如果拿起來肥美的話 就覺得牠有一點分量 然後拿起來就覺得厚實感 除了挑選厚實的螃蟹 成熟度也很重要 腹部的線條像是年輪 透露母螃蟹的年齡 越熟齡線條越明顯 代表著蟹卵越多 煮起螃蟹粥格外香甜 本身這個黃金蟹它的蟹卵 是深黑二色的 它不是說在一般外面看到黃色 或是紅色 它煮的時候才會變成黃的 所以有人以為這是什麼 不習慣的長子 挖斃再挖斃 那是最好吃的蟹卵 因為喜歡吃公肉的話 它肉多 然後也比較Q 那母肉也有 但是因為它蛋比較多 所以有時喜歡吃它的蛋的鮮美 所以說各取所好 螃蟹肉質公母有別 但是剛上岸的黃金蟹 不分性別 新鮮是唯一的美味保證 從基隆港驅車回到金山 蔡宜凱趕著來買 黃港邊加丟席的海滋味 今天要拿燒蟹 今天有漂亮 有啊 這燒蟹很漂亮 都現鋼的 鮮美的小卷 新鮮看得到 聞得到 都還沒有清洗 就已經先送入口中 想先品嘗現鋪啊 這個都是當天現抓的 早上才會來的 對啊 這個你可以吃看看 對啊 對啊 好像有甜 金山小卷盛產的季節 在四到七月 依著時間越來越大 因此把小卷添加在螃蟹粥裡 是這幾個月的限定版 小卷這一位 就是基本上 我們就是當地 就是當季的食材 小卷吃酸 小卷吃酸 小卷吃海 有什麼我就煮什麼 只要是金山當地的漁獲 新鮮的東西 就是我的素材 謝謝啦 不會不會 和妻子劉亞威漫步在黃港邊 蔡宜凱格外有感 從阿公時代 蔡家人就是靠著黃港的豐富漁獲長大的 以前小孩的時候 阿公常常看阿公出海 阿公出海後 就是等等等等等到日期的時候 再來吃味道 幫阿公倒乾魚 吸收黃港的漁獲養分長大後 蔡宜凱曾經當過核電維修工程師 全台四處趴趴走 直到阿公身體不好 為了照顧把他拉拔長大的阿公 才又回到故鄉金山 因為要究竟尋找新鮮的漁獲 黃港就像是他的豐沛後援 總能找到熊親眼海味 這種煮魚他 因為這隻狗狗 蔡宜凱夫婦結婚沒幾年 來漁港好像走廚房 一方面為了店裡的食材 一方面也幫兩歲的女兒補充DHA 要怎麼挑最新鮮的海鮮 劉雅薇從一竅不通 到現在變成了店裡的採購品管大師 店裡面的海鮮都是你們打官的嗎 對 品管是我啦 但是實際操作裡面是我先生 所以要通過你的手 通過你的嘴才能夠讓顧客吃就對了 對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給小朋友吃什麼 我們自己吃什麼 客人才會吃什麼 我們不敢吃都不會也客人吃 先將新鮮的魚貨冰存保鮮 蔡宜凱後場還有得忙 食材一一入袋 確保四到八小時之後 熬製出來的湯底依舊清澈 洋蔥 昆布 柴魚 大大包的旗鼓 其實蔡宜凱轉行做生意 一開始賣的是魚丸湯 餐飲門外漢第一筆交易只賺十塊錢 但是內心的悸動 到現在還是記憶猶新 她算是精神有一點狀況的女士 她買東西是不付錢的 她會給店家亂這樣子 她竟然投錢來跟我買我的魚丸湯 她是我的做生意的第一個客人 人家就說我要出溫這樣子 結果蔡宜凱並沒有出溫 魚丸湯賣不久 攤位就被市府收回 接著轉賣關東煮 兩年之後又面臨了收攤的命運 來 螃蟹海鮮粥 輕微一冷之際 到底適不適合繼續做餐飲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蔡宜凱 直到老婆的幾句話點醒了她 我明白我知道你沒有 不想要輸在這個點上 但是你的信念並不是告訴我說 你想要在這裡贏出來 而你只是不想要輸而已 蔡飲逃兵於是發揮了工程師 trial and error的精神 反覆試驗 終於想到夫妻兩人都愛吃海鮮 又住在漁港附近 為何不賣最新鮮的螃蟹粥 就是先把它蒸過之後 然後再去它的嘴還有它的塞 對 因為基本上它是生長在沙灘上面的 它裡面會有沙 對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整個剝開之後 蒸好了之後剝開之後 就是再用水 洗過一遍之後再裹粉下去油炸 黃金蟹一隻一隻放進蒸籠裡 享受蒸氣浴之後大變身 灰黑的表皮被蒸得紅撲撲的 它叫做黃金蟹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好好的吃肉它 它是我的前母嘛 對 要先給它蒸 蒸 然後再給它SPA 然後再給它就是油炸 蒸熟定型 蔡依凱再度幫螃蟹近身 去除腮根嘴巴等消化器官之後 火粉披黃袍 放入搶搶棍的油鍋 浸泡完熱水澡 一升金黃油亮 它這個螃蟹就是 你假設直接入粥的話 那個肉質的那個水分就會流失掉 那我們就是透過就是先蒸再炸 然後用這個麵衣把它包裹住 不要讓它的就是那個甜分跑掉 鎖住它的水分 高湯裡加入去除腥味的薑絲 倒入白粥 主角黃金蟹入鍋 蝦子 鮮蚵 小卷等食材一起熬出澎湃海味 螃蟹帶殼吃 軟嫩又美味 熱粥下肚 暖腥暖身 很豐盛 有這個現在好大隻喔 還有小卷 還有蝦子 它這個比較特殊 都真的用我們本地 燒羹 還有你像現在螃蟹 都很新鮮 裡面就是海鮮的料非常的豐富 然後還有一隻很大的螃蟹 那這個螃蟹它有經過他們自己先醃漬處理 然後再去把它的味道給提出來 所以這個海鮮粥裡面的這個螃蟹的味道 是特別的鮮美 不只客人稱讚 這一碗海鮮粥也是蔡依凱女兒的營養補給品 瞎瞎謝謝 甜甜滋味 讓小女孩一口接一口 品嘗著爸爸的愛心 偷海郎的子弟從事機械工程師 隨著工地遷徙 理想背景四處追夢 直到結婚生子有了甜蜜負荷 漂泊的心終於能靠岸 在金山港邊和老婆同心協力 烹煮出海味的鮮甜 六年級的商班族拿到資遣費 他沒有喪志反而燃起創業的鬥志 他用這筆錢買了發財車 改裝成餐車 在街頭巷弄烹煮食材豐富的海鮮粥 靠著粥一口氣 他用行動證明 沒有什麼困難關卡是過不去的 五點一開門的時候 外面人就在那裡排隊了 要吃一碗粥的時候 要等了一兩個小時才吃得到 因為人太多了 我就這樣第一口可強 很好吃喔 然後我就默默地把它吃完了 然後老闆還說 他覺得這個是他最不滿意的粥品 何冠德的海鮮粥確實 有這麼點與眾不同 吃對味的會回頭 吃上癮的可能跟他們一樣 才能有的一律點過 幾乎都全部吃過了 都有點過耶 那如果要推薦的話 推薦的話 螃蟹粥CP值滿高的 鮮蝦粥也不錯啊 一口湯一口飯 放下碗筷 西餘蟹角的閒事 波龍蝦肉的倒也悠然 一口細嫩滑溜直管滿嘴塞 好一幅咸心風景竟在咫尺 做老闆的 眼裡卻只有四國旗下的忙卵 忙到什麼程度 邊煮之後邊懷疑人生 算是程度嗎 什麼叫做邊煮邊懷疑人生 為什麼說煮不完 但永遠都煮不完 最恐怖的就是 曾經告訴客人說 後面不要再等了 要三個小時半 才可以吃到東西 不要再等了 東西新鮮就是好吃 不要過多的調味料 不要太多的調味料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鹽巴 沒有味精 沒有米酒 沒有油蔥酥 堅持不放 客人需要的話我們也是不放 除非很堅持的 所以我的味道吃很重 我要吃很多鹽巴 我才會放 雌文的方框眼睛下 何冠德說起話來 總是自信中 又帶了點江湖下氣 海鮮粥沒鹽沒味精 也不要米酒去腥 小餐車為了留住品質 就算一早運來的是火體 等到入夜後再出場 也只好全化作兵 海鮮基本上如果是火的話 我的是行動餐車 我沒有辦法打空氣 讓它有全火的空間 那我為了讓它保鮮 鮮度要夠就是做冷凍的 讓它急速冷凍 然後我們過程中我們不退冰 它的原汁原味就會留在裡面了 家裡廚房 野生龍蝦帝王蟹 鮑魚干貝松葉蟹 填滿日常的 是所有喊得出名的海鮮高檔 扣掉每天四小時的睡眠 可慣得現在的人生看似游刃有餘 然而三年前 面對生命裡的轉捩點被吃淺 那其實就像油鍋裡的沙溝 迷茫也不能自己 其實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只是說沒想到來得那麼快 我是預估五月要離職 結果它三月就讓我離職了 在這個過程中 自己一直問自己說 還要繼續幫別人賣命嗎 其實不是公司不珍惜老員工 而是公司有公司的規劃 那這個想法讓我個人感受到 是不是我的人生也該有自己的規劃 而不是在為公司 它的規劃在規劃的人生 曾經在五金夜待了整整十年 和觀德後來想透的人生規劃 同樣是賣命 但或許這一次 可以試試幫自己換個老闆 為自己賣命 其實一開始在創業之前 所想的就是湯包 湯包是最早的念頭 因為它可以賣早餐 中餐 晚餐 宵夜 它五時五刻都可以做 所以一開始就想到 不然就先賣那個好了 可是湯包是在台中 它崛起很快 誰數都有 所以我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湯包店肉粽店 大腸包小腸灘 幾乎所有在台中流行過的小吃 它都仔仔細細想過一遍 直到一次偶然 朋友的建議 加上又被提前之前 於是沒想太多的海鮮粥 反而卻品中選 基本上我都所學到的就是 海鮮如果退冰的話 那個水分會把甜度給帶走 鮮度也會帶走 所以我們的食材 完全都是不退冰 要馬上做沖洗的動作 跟清洗的動作 不退冰清洗是為保留甜鮮 白蝦減虛也才能除去 任何藏污的機率 這些內行人未必都懂的知識 說真的三年前這個剛碰海鮮的門外汗 想一蹴可擊怎麼可能 真正功力大增的時機點 對從一次澎湖的奇遇季開始說起 在澎湖那一段時間遇到他之後 雖然跟他只有短短的 二十分鐘的一個會面 我們交談只有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裡面他教我的 他跟我的觀念就很簡單 就一次二十分鐘之後 東西走出來一次好像 這是我要的東西 就覺得好像成功了 然後我非常的感謝他 所以我再回澎湖 曾經回到澎湖去找過他 可是我找不到他的 對 你有沒有把這段故事告訴我神仙 有 每個人都說我遇到神仙 因為他覺得這個故事蠻扯的 我自己也覺得蠻扯的 可是他真的就發生了 他跟我說為什麼你煮的東西 的食材要丟掉那麼浪費 你為什麼不能再次讓它利用 味道出來之後你可以再利用 那就是自己去想說 什麼東西煮出來它可以在地用 充滿神奇的故事固然奧妙 然而回到家來 那一鍋精高人指點的湯圖 其實熬製食材 也沒想像中那般五花八門 何冠德當時雖然零廚藝 但靠著土法煉鋼 一樣一樣實驗拆解 總還是行的 扇貝海瓜子 原來是他心目中的絕配 唯獨烹煮的方法不是藕 而是泡 海瓜子跟蛤蜊的分別在於 蛤蜊的味道比較濃郁 海瓜子它沒有那麼嗆的味道 所以它的在魚做高湯部分 是非常適合的 湯頭對了 周品的範例就關乎 能不能再進行問題 選了從小吃到大的烏蜂香米 米飯煮熟得冰過一夜一天 最後媽媽一手挖出 雞肆飯湯的口感嚼勁 她個性喔 她比較開朗 比較熱天 對啊 這是她的優點還是算缺點 其實有 有一有好 也有不好的 可是她想法很多 壞字媽媽都做得太累了 回想三年前 用遣散費換來的小小發財車 開過市區也停過鄉野 考量開發客源又想省租金 最後才落腳風源 一處不算熱鬧的大馬路邊 偏偏開張第一天 居然不見半點人煙 第二天好一點三位客人 都是朋友 第三天就十幾位朋友 就十幾位客人 有客人來了 真的有客人 真的客人 她直接告訴我說 我的東西就是泡粉的 然後我就跟她說 對 我的都是泡粉的 我也很老實跟她說 對 我的就是泡粉的 她說如果要吃泡粉的東西 我不需要來買的東西 我在家裡面煮就好了 你要不要再改變一下自己的 食材 做法 的確在還沒騎運那位澎湖高人以前 何冠德是那麼煮粥的 雞湯塊柴魚粉隨性拿捏 和當下講究的層次底蘊 實在有天壤之別 如果說你螃蟹跟天使紅蝦下去煮的話 它的蝦膏一旦煮出來 它的味道就都試不下 既沒有螃蟹的香味 也沒有天使紅蝦的香氣 那個都已經混濁了 不僅天使紅蝦大三點 現實禁忌 很多時候它的澎湃海產 也不許像大鍋菜同時下鍋為爐 比如說她點龍蝦加鱸魚加其他的 那我龍蝦我會先煮 煮完去沙場 去完沙場之後放在旁邊備料 然後接下來就煮鱸魚 讓它切片 讓它沸之後切片 然後再下鍋一起噴煮 味道就會出來了 好 龍蝦鱸魚才剛下鍋 緊接著又是旗下三大碗的 麻油煎沙公 現在的它 彷彿功率突飛精進一般 幾舊張的擺攤 當初為的只是糊口 但一路堅持下來 為的又何嘗不是一口氣呢 曾經只是為了一口氣 曾經只是為了只是說 當初我們在打工的時候 老闆覺得我們做什麼事情都不行 我都不相信我真的不行 我不相信我不行 我什麼都不懂 我什麼都不會 那我願意大陸這個行業 我就讓它變成型 乾杯喔 龍東深夜裡 原來一碗碗端上桌的海鮮粥 不只精心霸氣 熱眼裡孕序的更有志氣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